看見你背影模糊 你的微笑早已失去了溫度 其實心裡最清楚 再也無法為你付出 已經走到這一步 我想我們真的已經逼了路 終點永遠到不了 最後只好舉手忍受 祝你幸福 除此以外 我還能送你什麼禮物 以後的每一天 我會微笑為我祝福 我還能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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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摔 多摔幾次自然就會了 你摔摔看呢 就是皮肉痛嘛 真狠 我疼他的時候 你們說我溺愛放縱 現在說我對他狠 父子齐驢 怎麼也不對 你不覺得他現在蠻好了嗎 不偷了 你看到了嗎 我厲害不厲害 厲害厲害 只能在家裡玩 馬路上可不准這麼騎 有 我行的 不准 等我以後學會了開車 我當你的司機 我敢的 我不怕 我怕 你快去哪 去公司 你有客人 快進去 快點 快點 很痛啊 周嫂 麻煩你拿藥箱來 來 小鳳阿姨 沒那麼嚴重 還要拿藥箱 我看看 都破皮了 細菌感染怎麼辦 破長風怎麼辦 藥箱來了 謝謝 弄不好啊 腿都要鋸掉 我的腿這麼短 再去就沒了 你的腿借我來運用好了 這麼長 多了也浪費 你要我什麼 我都願意給你 我要你快樂 我現在此時此刻 我很快樂 很多人 都是因為我而不快樂 你爸爸 你媽媽 李偉凡 王琪 都是這樣 我不想再做這種人 如果我爸媽接受我們的交往 李偉凡也有了自己的人生 我們可以開始嗎 各位提出來的計劃 各位提出來的計劃 我已經詳細的看過了 非常好 但是有一些意見 要提供給各位參考 大家不妨把格局放大一點 不單只是兩點之間的運運送送 它應該像是 是 像是運行在人體中的每一條血管 把血液分布輸送到每個器官裡去 喂 我是 你確定 考慮清楚了嗎 好 那我來安排 好 好 我們繼續下去 比方說這條路線 它比較偏遠 為了能夠照顧到當地的民眾 我們還是不能夠疏忽 照樣要維持我們一貫的風格 這就是我們公司的企業精神 大山 我說我們呢 該自己進機器了 後面反正有空的房間 把機器搁那兒 以後我們又自己進生豆子 自己炒豆自己烘 明天你休息一天吧 啊 我是說明天咱們停業休息一天 你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不行不行啊 明天有人包場 退掉 退掉 二十五個人連吃袋 還有包場費不少錢呢 退掉 你也休息一天吧 喂 有什麼毛病啊 有什麼你不做 喂 大山 吃藥了嗎 吃了吃了 你煩不煩啊 吃了就好嘛 什麼事 我問你 劉子娟怎麼了 怎麼了 所以我問你啊 他有沒有怪怪的 怪怪 欸 有欸 他突然說明天有歇業一天 怎麼樣 果然 有沒有說幹嘛歇業啊 沒說啊 那你問他呀 我 欸我說你很奇怪 我幹嘛要當你的狗仔隊啊 你才奇怪呢 不你當誰當啊 你關心我 而且你最接近劉子娟 你人又在娟子消灌 天時地利人和 當然是你當啦 就這樣啊 去幫我弄清楚 喂 喂 喂 你還有理 喂 我會按時吃藥的 拜拜 喂 喂 真是沒者 我欠你的 謝謝 這個 那個那個這個 老闆娘 明天幹嘛要歇業啊 該不是要炒我猶豫了吧 冷笑話啊 大山 你覺得我是個什麼樣的人 好人 你又不了解我 何以認為我是好人 直覺啊 我的直覺一向都很準的 你別這樣看我啊 我到現在都覺得王岐是好人啊 其實他真的很好啊 所以呢 也不是誰好誰壞 根本在你眼裡 就都是好人沒有壞人 這 這樣也不錯嘛啊 我不是好人 我做過措施 偷過東西 靠 周大山 你是豬啊 差不多 原來偷竊也會遺傳啊 我 倒用了公款 拿了不該拿的錢 拿了不該拿的錢 現在 你還覺得我是好人嗎 啊 那後來呢 坐牢了 那不就得了 你也坐過了也受過處罰 還要怎麼樣啊 不是好人了嗎 是 真的 真的 我可以被原諒了嗎 當然 是人都會出錯的 你已經付出代價了 還有什麼不可以原諒的呢 你是個好人嗎 所以說嘛 這世界上啊 好人多過壞人 而且多很多的 那你現在可以告訴我 明天為什麼要歇業了嗎 明天 是我生命的轉折點 是我新生的一天 我的下半生 是地獄或者是天堂 由明天來決定 孩子是不是方義安的 不是 他有父親 血緣是補錯任的 在想什麼 你會告訴方義安 孩子是他的嗎 我很想 但是我不會 為什麼 因為這是你的意思啊 不 我問的是 為什麼你想要告訴他 因為 他是孩子的父親 這很重要嗎 本來我也是跟你一樣瀟灑的 而且說句老實話 這孩子也不是我的 我又不是當事人 但是 我從東陽跟展顏身上 有了另一種想法 什麼意思 你知道展顏的母親還在 是劉子娟 沒想到吧 你怎麼知道的 你怎麼知道的 猜的 這也可以用猜的 很多事 蛛絲馬跡兜起來想一想就知道了 而且我再告訴你 我懷疑東陽 就是展顏的父親 就是展顏的父親 這也是猜的吧 這太離譜了 反正不管怎麼樣 對一個孩子來說 也用一份完整的愛是很重要的 如果光只是有父愛或是母愛 那都是不夠的 不行嗎 可以啊 可是會有遺憾 就像你跟方一安 你們既不是離婚也不是死亡 你們明明都還在 可是卻因為你的決定 就要這個孩子缺乏父愛 那不公平 如果 能有一個男人 會愛他 會對他視如己出呢 不可能 視如己出 就跟四季如春的道理是一樣的 既不是春 也不是己出 如只是像而已 那不是真的 他不是他親生的孩子 你怎麼這麼肯定 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 因為我經歷過 我的母親是在嫁的 那個男的對我很好 視如己出 可是我告訴你 那個感覺就是不一樣 他對你不好嗎 他對我太好了 好得不像真的 我跟我妹妹同事犯錯 我從來不會受罰 他們父女倆會對吼 可是我們不會的 對我沒那麼多規矩 而且我也從來沒有門禁 高興玩到幾點就玩到幾點 但是我妹妹就不一樣了 一到了十一點 他爸爸就會板著臉等門 小時候我也故意激怒他 真的很優質 其實我只是希望他能夠罵罵我而已 但是從來沒有成功過 那種感覺很難過 他很清楚的讓我知道 我只是一個外人 我的管教是屬於我母親的 那種苦 我也不知道要跟誰說 因為無從說起 我從來都不知道 你有這樣的過去 所以我不願意跟周大山有孩子 因為我很清楚 如果我有了他的孩子 我一定不會跟他離婚的 不管我們之間再怎麼過不下去 我都會要我的孩子 跟他親生父母親在一起 我不要他經歷我小時候的難堪跟痛苦 與其期待另一個男人 對你的孩子勢如己數 為什麼不就跟你孩子的父親在一起呢 在看什麼不睡覺 王岐 王岐 我在看他會不會來 port 王岐 顏顏 你知道王岐她已經很久沒有來家裡了嗎 不可能 是真的 她放棄了嗎 早點睡了 明天帶你出去 去哪儿 就我们两个 你和我 去了就知道 早点睡 你怎么知道这儿 你来过吗 这家店的老板娘 还会煮汤的 爷爷 答应我 答应 答应任何事 答应我要慈悲 好像还没开门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今天是我生日 你把场地都包下来 就我们两个人 你为我过生日 爷爷生日快乐 快乐快乐 就我们两个人 来 对 也没关系 早有人招呼我们嘛 老板娘 我要奶茶 她要咖啡 今天是我生日 今天是我生日 你这有蛋糕吗 一定早就买好了 对不对 你放在老板娘的店里 我应该装着不知道才对 他怎么了 你怎么了 为什么哭 爷爷 他是你的母亲 他是你的母亲 你答应过我 慈悲对他吗 爷爷 你不会是我父亲吧 当然不是 那就好 其他无所谓 爷爷 爷爷 扶你母亲起来 为什么 她连我的手都没牵过 现在让我们得起来 爷爷 你原谅吗 别说这两个字 我都替你心虚 扶你母亲起来 很小很小开始 我就知道 当我想念妈妈的时候 当我羡慕别的小孩 有妈妈牵她的时候 我就用我自己的左手 牵着我自己的右手 假装我也是有妈妈疼的孩子 现在 你也可以 看着你背影模糊 你的微笑早已失去了温度 其实心里最清楚 再也无法为你付出 已经走到这一步 我想我们真的已经迷了路 终点永远到不了 喂 最后 只好举手人说 她从来都没有抱过我 你没有欠过我 她为什么会跪在我面前 你一个妈妈 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孩子 我没有被妈妈见过 我说 这事得谨慎处理 依我看 就明白告诉她 太贸然了 那你说怎么办 她就做了父亲了 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了 你不想想人家小凡 愿不愿意承认 到现在都不肯松口呢 所以方言安要努力啊 妈 回来了 妈 妈 你签她 你看我这个 一手的面粉 把人家手都弄脏了 没关系 只要是妈妈的手都可以 我妈的手啊 可是一双标准的妈妈的手 这孩子呼搅和什么啊 水开了我去下饺子啊 我们来帮忙 义安 你跟我到院里抬东西 哦 胖妈妈 我来帮你 不用了不用了啊 你叫我啊 爸 没事干嘛抬这个 免得走路磕磕碰碰 拜托都这么大的人了 谁走路和磕磕碰碰的 小孩 家里有没有小孩 以后会有 会 八百年以后 爸 你知道吗 今天是展爷的生日 所以 我带他来享受一下家的感觉 方妈妈 你的围裙还在我那呢 要加酱油吗 麻油呢 醋也要吧 你答应过我不再见他了 你们俩是不合适的 怎么样 学会了没有 一定会被你煮烂的 没关系 你煮烂的我负责吃 你去哪里啊 麻油没了 我去买麻油 我陪你去啊 不用了 就在巷口 我自己去就行了 你就摆碗筷吧 好吧 你别再迷路了 我不会再迷路了 再见 怎么回事啊 我直接说明了 他们不合适 哎呀你 就是不合适嘛 小姑娘今天过生日啊 那我孙子再过几个月也要生下来了 还等着呢 死心眼儿 你说你要不要告诉他 等不到 我自然就知道 我说那个孩子的事 就怕他知道了 也不回头 一心还在那展颜身上 那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的孙子 我说你这人脑子怎么就撞不过来呢 做爸爸的方以安 不想要孩子 做妈的小凡 不会放孩子 咱们上哪儿去抱孙子呀 他 他 有人会不要自己的孩子 现在的年轻人 跟咱们不一样了 自己的孩子 会不要 李安 上哪儿去呀 我说你上哪儿去饺子都凉了 我去找他 八成又迷路了 你得先吃 别等我 你们先吃 哎 不是 我只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要一万万次有期 我要陪你笑陪你哭 你就是我要的幸福 如果只有一天 如果只有一天 我已不相信 令你少少 请你相信 是我一时任性 我不会说放弃 永远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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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工作 收音 现在埋坏了 是因为我吗 是 那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 修啊 你要想事靠边儿要想 别在这儿站着 你这人怎么那么傻呢 啊 今天我过生日 过生日吃寿面 谢谢 哎 你真没吃过寿面啊 不能咬断的 这样才能延年益寿 看我一吃饭 试试 很长啊 活得长啊 好了啊 逗你了 吃吧 我没吃过寿面 以前我妈在的时候 过生日 都给我煮寿面 那个面是真的不能咬断的 你妈 现在不在了吗 改嫁了 在我十二岁的时候 她改嫁了 那你呢 跟着爷爷奶奶啊 你不恨她 不恨 从来没恨我 你为什么不恨她 她不要你 不恨 怎么可以不恨她 一个妈妈不要自己的孩子 你也太奇怪了 你才奇怪呢 干嘛死鸡杯来让我恨我妈 我妈不要我 我恨她 我 那你 只没恨她多久了 一辈子 她不要她的女儿 我恨她一辈子 我恨一个人 其实痛苦的是自己 就先坐牢 你都明白我的痛处 你有爷爷奶奶 你没有亲人 风吹大了 爷爷奶奶爱你 你也可以爱他们 你不能 有一个人 把我抚养大 但是我不能爱他 我恨 这辈子 这辈子 该爱我的人不见了 我爱的人 不能爱 我活在一个错乱的轨道上 总得不到我想要的 你讲了什么 爱 很多很多的爱 太奢侈 不如 心爱眼前有的 比如说这碗面 这也是爱的一种 过生日 有面吃 这很幸福 为什么这不是我妈为我主的 你非要这么说 就这么一辈子坐牢吧 你说你要很多爱 我告诉你 你得不到 因为 因为你不懂我珍惜 你们每个人都会说大道理 要爱人 要珍惜 要付出 说起来都真真有词 你凭什么来教训我 就因为